約談中 中共廣電總局中宣部認為 四大衛視的節目存在不同程度的過度娛樂化 追星炒星等問題 必須整改 堅持所謂的政治家辦臺 大力弘揚所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 對此 大陸網友紛紛嘲諷 不要過度娛樂改成新聞聯播 乾脆都改成CCCTV 衛視算了 我請問 還看什麼 還能看什麼 說是整治過度娛樂化 可是這個度誰來掌握 會不會攬政從而一刀切呢 也有網友表示 無所謂了 也沒有幾個電視臺有收視 也沒有幾個人看電視了 遙控器在我手上 不夠娛樂我就不看 去看短視頻 去看國外娛樂節目 就是不看你要求的綜藝節目 北京憲政學者對新唐人說 如果說四大衛視的節目過度娛樂 也是當局政治管制的結果 有民眾認為 之前當局一直鼓勵全民娛樂 讓大家不去關注社會的不公不義 現在又說不要過度娛樂 應該是出於政治的需要 他的目的就是揮揚他的政治思想 娛樂就天天學政治呗 他天天都表達的是讓老百姓愛中國呀 中國老百姓本來就愛中國嘛 他用什麼的娛樂 問題是首先這應該解決老百姓的生存的問題 這是最現實的東西 王女士還表示 很多人生存困難 沒心情娛樂 希望當局解決底層民眾的溫飽問題 新唐人記者李珊珊 李韻舒燦採訪報導 transitioning 文施採訪 wag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